在新低压跟西南汽流夹击 台南安平港京线风狗浪 就在今天凌晨7点多 当时一名林姓男子跟李姓秋姓男子 三个人相约北堤全跑 没想到遭到风狗浪拍打 三个人撞击栏杆从约2.5公尺高的提案掉落 其中李姓男子头部下肢受伤 而林姓男子送医宣告不治 直视台南风雨强劲 台20线佐镇路段 一大早又山路崩断 而道路沾上中断 工程人员也赶紧排除清理 见其大片水花 救护车速度飞快 因为港口提案边 有民众当的风狗浪袭击 经销货报赶往现场 所有江人紧急送医 警方在附近立即拉起封锁线 就怕有人再次闯入 热带性低压跟西南汽流夹击 台南安平港巨浪频频拍上岸 风狗浪也现身 周六清晨当时林姓男子 跟李姓邱姓男子 大伙相约到北堤晨跑 没想到忽然遭到绷狗浪拍打 三人瞬间撞击栏杆 从约2.5公尺高的提案 掉落地面 静销前往救援 其中李姓男子头部下肢受伤 而林姓男子伤势严重 送医宣告不治 林姓男子送医急救不治 然后另外邱姓男子伤势较轻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台南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 热爱晨跑的他 这才相约朋友前来 没想到发生憾事 只是台南崩雨强劲 台20线左镇路段再度发生山坡滑落 土石泥沙崩塌 道路当场中断 左镇区台20线25公里处 即日前边坡滑落 7号上午7点多 该路段再次发生土石崩塌 不仅造成道路单向中断 由于土石压垮电线杆 附近也发生停电情形 远景立刻在现场指挥 工程单位也迅速抵达经理 头到下来他会加水嘛 他就一直往下分 电力公司前来排除停电情形 据了解连日大雨冲刷 这才导致土石松软 引发坍塌情形 也提醒民众外出势必得提高警觉 介绍 黄不及 台南报导